那今年台電七月開始事辦自願斷電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由台電遠端控制民眾的家電 遇到用電高峰呢 他就會關掉民眾的家電 院長您知道這個計劃嗎 你說的是駐商節電的設施嗎 不是 是遠端斷電計劃 遠端斷電計劃 很明顯喔 應該是官邸沒有加入 但是您自在有申請加入嗎 沒有 沒有 那請問一下經濟部長有加入嗎 有沒有在座的各位我們的這個部會首長們 有人加入這個自願斷電計劃嗎 可以舉手嗎 你有加入啊 Surprise me 我聽過 你聽過 我真不意外沒有人加入喔 本席上週跟台電索取這個自願斷電計劃的執行成效 一直到昨天都沒有辦法提供 一直到我告訴他們說 假設你們沒辦法提供我就要直接問院長囉 他們才迅速的把他送來 結果我發現喔 原來不是他們不願意提供 是因為計劃的成效太差了 那本來目標喔 目標是說 希望可以號召2萬戶 節省64萬度的電 那目標呢很豐滿 結果這個 現實很骨感喔 大概只有2%的一個完成率喔 那所以呢 本席想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台電喔 與其在這裡喔 打這個民眾的家電的主意 不如好好想一想 這個能源配比到底要怎麼調整 我接下來也再請問一下部長說 目前我們台灣的能源配比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是啊 在2030年以後啊 可以把這個綠能 佔30% 然後這個 那本來 本來明年的目標呢 院長你知道我們的能源配比 到明年的目標是什麼嗎 原來我們在第一次能源轉型 我們希望是 這個 天然氣用50% 煤用30% 綠能用20% 有可能達成嗎 2030年我們是希望說 天然氣能夠維持50% 但是綠能 再生能源要加 加到30% 把煤降到20% 是這就是本席非常擔憂的 因為本來呢 說明年要達成 但是呢 非常明顯的 已經告訴我們說 沒有辦法達成目標 已經跳票了 但是呢 現在 社會上關心的 已經不是能源配比的 這個 目前你們會不會達標了 大家關心的是 就算你達標了 我們的供電穩不穩定 我們的電費 能不能調降 還是會再調漲 那還要再多花多少錢 大家都知道天然氣 再生能源 都比核能貴那麼多 那 還要再預算補助嗎 要再補幾千億呢 這個 這個你們有考慮過嗎 請問院長 你有考慮過 調整這個 能源配比目標嗎 能源配比是這樣 我們希望能源配比 再生能源能夠 在二零三零年達到 百分之三十 所以大約的算起來 我們在二零二六年 會達成一半 百分之 十四點五 那二零二八年 會達到百分之十八點多 那部長你有算過達標 我們要付多少的成本嗎 我想要請問一下院長 請問 台電現在賬面上 到這個月為止 虧損多少錢 你知道嗎 那目前他財務虧損 應該達到四千兩百億左右 差不多 四千兩百億 那如果按照 您現在預計 今年一千億 明年一千億 撲補了兩千億 我們等於還有 兩千兩百億的缺口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打算怎麼做 繼續漲電價嗎 我 電價今年調整兩次 尤其第二次 我們調漲的範圍非常的小 但是 那調幅對某些產業 是比較大一點 我們是衡量到 整個產業的衝擊 但是以穩定民生為優先 那未來電價審議委員會 應該也是會朝這樣的原則 去做考量 就是有關於電價的問題 台積電法說會上上週召開 台積電就是說 台灣的電價在這三年漲了四次 如今電力的費用 已經是2022年首次漲價之後的兩倍 台積電還說 他說相比美國亞利桑那廠跟日本熊本廠 台灣廠區現在是最貴的 院長您覺得這會不會影響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第一個我們在反應成本的這個原則底下 目前的調幅只是 略略跟成本超過一點點 這是台電在財務健全狀況底下必要的措施 至於 台積電在國外的電廠區用的所任何的電 它因為電的來源不一樣 剛剛部長說過了 電的來源不一樣 你就講到重點了 用水力發電當然比較便宜 你也明顯知道核能比較便宜吧 為什麼不用核能 它是用水力發電所以比較便宜 部長我想您是一個認真做事的人 而且您也 我看起來不是很在乎官位 以前呢 撥補的政策 你本來說不能撥補 之後又調整說可以接受撥補 那非核家園的政策為什麼不能改呢 既然你都有慈關的gots 有這個為什麼不把這份魄力 用在努力爭取為台灣爭取核能呢 報告委員 我是行政院經濟部的部長 所以我是團隊的一份子 所以你沒有辦法努力去爭取說 這不是你的初衷嗎 就是義無反顧的去爭取核能研議啊 我們都有在關注新的科技能源 等一下我就跟你說 你是要跟我講那個什麼 SMR對不對 是 你要跟我講SMR我就跟你講 SMR它產生的核廢料 其實比傳統核電廠還差多5至30倍 假設我們可以接受SMR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重啟我們傳統的核二核三 為什麼 您剛才這個命題其實是我想院長 我們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在講 我們對核能的關注就是第一個 它是大家有共識 第二個核廢料可以處理第三它是安全的 是 所以呢 我不曉得說 假設院長 假設部長他很極力的跟你爭取說 他覺得台灣如果產業要繼續發展 我們還要支持AI產業 必須要重啟核能 您會聽下去嗎 部長現在跟我們在努力的是 我們如何發展多元的綠能 那在這個前提 命題之下 問題是 路能很貴啊 天然氣也很貴啊 我們台電就算撥補兩千億 還虧兩千兩百億 那未來怎麼辦呢 我們要繼續填補這個無頂洞嗎 我們的供電的計畫上面來看 還是可以穩定的供電 至於說發電成本 我們現在這種結構 我們還是會比其他 競爭國家還要低 我們的發電的成本 還是比較低的 本席引用一下 昨天台達電的創辦人鄭崇華 他剛剛得了這個李國鼎獎 獲獎之後呢 他就說 全世界都知道核電最經濟最安全 他用新加坡的例子呼籲政府說 如果當初做了錯的決定 招令戲改未嘗不可 企業的喊話其實不止這一例 我不曉得院長有沒有聽到 我們資料上顯示 我們在第一次的能源轉型 到目前成效是看得到 而且是具體的 如果我們繼續推動 第二次能源轉型 還是可以在我們掌握之中 去達到轉型的目標 是院長我相信您也很努力 但是呢 本席想要提的另外一個問題 跟錢就沒有關係囉 現在核三場的二號機在稅修 41天的稅修 實際上我們台灣目前 已經達成了非核家園的目標 但是呢 在沒有光電的凌晨喔 火力發電佔比高達98% 與其稱現在是非核家園 本席認為喔 現在應該叫我們台灣叫火力家園 這八年減少的核電 比增加的再生能源還要多 導致我們火力發電 要補300億度電 然後碳排大大的增加 後果是什麼 後果就是全國人民要犧牲健康 用費發電 前面說撥補多少錢 都還是其次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人民的健康受到威脅 這個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難道犧牲人民的健康是非核家園的本意嗎 謝謝委員 早上也有其他委員 用同樣的數據 來這裡提出他的詢問 那我們跟他說 清晨的那一個瞬間 是呈現如此的數字沒有錯 但是在10月22號 當天我們所看到的 再生能源已經達到百分之16的發電 院長我只問你說 你覺得犧牲人民的健康 沒有犧牲 值得嗎 沒有 我們發展再生能源 就是讓地球減少他的負擔 院長 我必須再一次提醒您 核電不是敵人 暖化跟健康問題 才是我們的敵人 對我說過 核電本身是中性的 但是他的成本要計算 他未來核後端 核廢料的處理 那個是一個隱形的成本 無法計算在現在 你們都願意支持SMR啦 SMR的這個核廢料產出 是5倍至30倍 你們都願意討論了 為什麼我們重啟核電廠不行 開放討論 不是現在支持哪一種新型的核能技術 是我們對所有的新開發的核能技術 目前你有指示誰 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嗎 經濟部有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嗎 其他方面的研究 如果這方面研究有報告出來 麻煩提供本席一份好嗎 因為這事關著台灣的未來 我們經濟會不會受影響 會不會開始衰退 我們人民的生活會不會受影響 影響非常的大 是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在這一方面 還是有輕重反擊 我們現在為什麼極端的拉這個綠能 是因為H100的關係 他在2030年 但是在你拉綠能的過程 我們民眾都用費在發電啦 你要等多久才能達到你的目標 你知道嗎 2030年就等於還要等5年6年耶 這5年6年要犧牲多少人民的健康 我接下來想要問農業部部長 部長 請問一下部長 昨天被傳喚 您是用什麼身分被傳喚 我早上已經說了 因為有人告我 所以是以被告的身分被傳喚 真的是有人告你嗎 這個如果據我所知 這個是農業部自己移交檢調 檢察官經過調查 認為有嫌疑才會列為被告 這跟一般的有人去按鈴申告 是兩回事的被告喔 對 是兩回事情 但是在去年 八九月的時候就有 不少的 外界的議員的部分來提供 我先請問您 昨天您被約詢了多久 應該有 將近三個小時吧 將近三個小時 請問部長 今年七月你說過 採購雞蛋的整個程序是合法的 那為什麼 如果都合法 為什麼會有人需要交保 也被監察院糾正 您在約談的時候 還是監察 全 堅持全部合法嗎 我想 整個的一個採購程序合法 但是他有行政瑕疵 這個我之前就講過了 監察院有做了一個糾正 但是裡面的 陳吉仲主委 有對您做過任何相關的指示嗎 我想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是一個 符合我們的 公務的一個遊戲規則去走的 那至於說 廠商之間的一些 不可能去調 行政單位不可能調查的部分 我們才請檢調單位來調查 這就是我想要問院長的 一個行政首長 被檢察官列為被告 難道不需要停職嗎 這個情節是相當重大的耶 院長您覺得不需要停職嗎 報告委員 行政政務官員 無論用什麼身份 去應應到司法的調查 我們所著重的是司法調查 能夠清楚的告訴社會大眾 這位官員應該身負什麼樣的責任 那部長說的 曾經有人告他 所以他是被告的身份 不會產生 串證跟滅證的問題嗎 這個我想 在部裡面 有部裡面整個公文處理的這個制度 因為 我會要求 難道檢察官是隨便代案 隨便把他列成 列為被告嗎 我也會當場在這裡要求 部長要全力配合司法的調查 對於我們部內 所有過去的 任何的資料 難道都沒有行政責任嗎 那麼大的一個案件 身為副主委 主委 都不知道 一個科研可以主張幾億的案件 然後 然後簽約跟旅約的公司都不一樣 這個院長有辦法接受嗎 這個超私蛋的問題 在去年一直發展到今年 都都有經過 行政院或是政府內部的調查 520之後我們是曾經看到這樣的調查 我們沒有啟動新的調查程序 所以目前的階段 還是在原來 跟外界所報告的過程裡面 那本席再問一下院長 假設 陳部長 不幸被起訴 那需不需要停止 那我就依法辦理 就是依法辦理停止是嗎 如果 政府官員被起訴 那麼內容是相當的讓社 社會矚目的案件 那我們當然必須要依法辦理 這是全國重大的議題 現在大部分 一再的推給說偵查不公開啊等等 全世界都在看 哪一個民主國家 面對這麼大的醜聞弊案 不出來說明 這買雞蛋是人民的錢耶 應該有資的權利 人民有資的權利 政府應該主動出來 謝謝 謝謝張家俊委的資訊 謝謝卓委員長 各部會首長的備選